各位好 现在为各位介绍的是物联网的一些基本知识跟他的相关应用 那什么是物联网呢 在各位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物品现在已经都可以上网了 包含洗衣机啊 这个灯啊 还有这个冷气都可以透过一些 远端控制的方式 不管是手机上的APP或者是其他的操作 可以让他提前启动或关闭或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除了这些事情之外 我们可以发现说很多物品现在已经透过资讯科技 以及网络的结合 把这些东西呢 广泛的运用在日常生活上 所以这种我们称之为物联网 那他的英文是internet of things 就是所有挂在internet上的事情 我都把它称之为IoT 好 那根据这个市场调查发现 那目前已经超过有19亿个装置 透过物联网的方式来进行连线 所以各位可以从这边发现这个物联网的使用呢 只会越来越频繁 那在市场消费者 熟知的一些这个物联网装置呢 包含 各位比较常见的大概就是健身用品 健身用品的监测器 比如说量你的心跳 量你的血压 量你的脉搏 这些都是 很常见的 尤其现在很多智慧型手表 他都有这样的功能 那还有就是像Google Glass之前风云易死 他可以戴在 这个脸上 那他就除了 像我们一般的眼镜功能之外 他可能还有资讯的传达跟录影之间的相关功能 所以呢这是Google Glass的一些特点 那在2020年之后呢 这个物联网的 设备涵概率越来越高 那从刚刚的想象就知道你除了身上戴的 我车上用的各方面都有物联网的踪击 所以玩具呀相框啊 还有这个 物理 医疗设备啊 医疗的这个健康中控感测啊 这些那都是属于物联网的一部分 好那IoT在现在我们 大家比较常听到的讯息包含5G的通讯 那 再来就是最近这几年也很夯的AI的技术 所以AIoT 跟5G结合之后的新运用就会越来越的普遍 那 这个三个AIoT的这个应用案例呢 像这个 连连网透过各种 这个不同的群聚聚落所形成的网络 然后把这网络联合起来 再来就是这个 医疗产业 那智慧医疗这块 就是 你除了在 医院里面有些设备可以去 做监控之外他也可以做一些 离开医院之后持续监测或者是 一些健康医疗相关 长照的一些 运用 那 再来就是 智慧农耕 那比如说 这个水菜共生 比如说这个 水粒的调节 还有这个 相关的这个比如说 无人机 这些那种种都是属于 这个智慧联网所形成的一些 技术的结合 那在AI OT的发展上面 他的关键来自 几个 第1个呢是5G通讯 传输技术 因为要够快 资料传输量要够大 才能够 传送这个 足够的资讯量 让后端的这个 AI系统 可以去做分析 然后做及时的回馈 所以 通讯技术的提升 是 很重要的 再来就是 云端数据管理跟分析 因为你有这些资料 收集完之后 除了可以提供给 人工智慧演算 去分析之外 更重要的是 你可以透过这些 资料的收集 从中发现出这个 系统上的问题 或者是在 你所关照的事务上的一些讯息 比如说 这个智慧笼跟这一块 你怎么样去 做水利的调配 等等 再来就是跟 个人切身 比较相关的 就是感应器 跟穿戴装置 因为有一些东西 你如果带在身上 可以 行动自如的去 监测 或者是你在做 野生动物的调查 这个监测设备 要能够 带在 这个动物 或者是你想要观测的对象 上面 可以跟着到处跑 这就是他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呢他要能够 到处去 行动跟传递资讯 那从这边来看一下市场状况 那从2018年逐渐开始 热起来之后 各位可以看出他的 市场占有率越来越蓬勃 所以他的这个 光在2018年的时候 他的这个 物联网相关设备呢 他的成长经验就已经达到 29 29亿美元 那当然 除了这个之外呢 刚刚讲29亿美元 这个是针对 我家庭系统的 那 在 穿搭器装置上面 比如说这个智慧医疗 智慧手表之类的 那更达到118亿美元 所以 可以从这边看出来 他的这个市场占有率以及他的未来发展 是非常大 那如果只是把东西连上网路 其实他能做的是有限 可是在现在的现在的环境 不只是单单把 这些智慧装置的连上网路 还包含了一些 相关的技术 比如说 透过人工智慧 那人工智慧呢 他可以支援 物联网装置 智慧联网装置 做相对应的处置 同时 智慧联网装置 他也可以去收集资讯 之后再把资料 抛到这个什么 智慧应用平台 那智慧应用平台 除了收集资料 会把资讯 传递给人工智慧 所以形成一个不断成长的一个循环 所以这个呢 是在智慧联网上面应用的技术 包含这三个 好那再来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AIoT的一些 目前大家知道的一些应用 那像 这个你可以透过Google导航啊 你的这个行动装置 上面有GPS的定位系统啊 然后还有智慧罗盘 电子裸盘 等等这些东西结合起来你可以做的东西包含这个智慧物流 然后或者是人文艺术的服务 比如说你靠近他他就可以解释这个 作品的由来 甚至你可以透过VIAR的方式去呈现他的一个 作品的 历史背景跟说明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做这个数位学习 那现在因为疫情大家都在家里面 那这个智慧联网的学习 这个设备呢 也可以 有一个发展的地方 再来智慧医疗服务这一块呢 就不单单只是到医院看医生 你可能 可以从你本身 平常带的行动装置 上面有一些 身体健康资讯的收集 那你就可以 提供更精准的资讯 给这个医疗单位 可以去了解你过去的生活习惯 那在智慧家居这一块当然应用就更广了包含这个 防火灾呀 或是入侵侦测啊 或者是过热啊 就是温度的空调这一块呢 都是在 这些 感应装置 感测到之后可以做后续的这个 调控让 居家住起来更舒服 那除此之外还有个就是什么 智慧交通 那除了路线规划之外 还可以给你一些资讯 比如说你附近哪里有 这个 比如说停车场啊 加油站之类 那这些呢都是透过什么 你有一些智慧型的设备 甚至你装在车上 那各位 透过最近的一些 这个 商用的 产品比如说特斯拉 那他有 行车可以去追踪说 前方是否有车辆 或者是路线 偏移 这些呢都 一再的都是透过什么 智慧联网的装置 然后把这些相关资讯收集完之后丢给后端的平台去 分析然后呢告诉我甚至回馈到 系统上 告诉 驾驶说现在车辆已经偏移了要赶快修正回来 这个 都是在这方面 所提供的服务 再来就是智慧绿能服务这一块 那智慧绿能的部分呢 在 这个太阳能发电各方面 如果有电力发 产生的时候呢 那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调控 我让家里面 的用电呢 更 环保 而且省电 综合这些应用呢各位可以发现 其实透过这些 IoT的装置 如果您能够整合出一个 适合 在你解决问题的这个领域上 可以把它达到一个 良好的解决 那就是一个不错的商品 好那这边呢 我可以看一下他的架构 可以把它分三层 第1个 最底层就感应层 就是我们讲的这些装置 所以透过这些装置 帮你收集资料 之后 透过网络层把资料往后抛 那到最上层就是所谓的应用程式 除了一些 这个设备呢去抓这些你传递回来的资料之外 你可能可以透过你自己开发的应用系统去分析 不管是大数据或人工智慧演算法 然后得到一些资讯 让这个应用系统 可以去做一些 回馈或者反应或者是 后续的处理 当然同样的透过应用程也可以把相关的讯息跟操作呢 经由网络传达给这些 在感测端的机器或设备呢做 一些相对应的操作 好所以这个呢 再把它细部来看 应用程呢就包含绿建筑啊 这个智慧车载这些 然后网络层就包含很多技术比如说 这个 云端计算 然后呢还有这些无线通讯的技术 所以未来 假设各位要朝人工智能 朝这个 呃 物联网 方面去发展的话 这些呢都是你要去学习跟 了解的地方 那在 网络层这个部分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资讯安全的部分 那大家可以去多方面了解 那感应层的部分当然他除了这个感应跟精确度之外 他还是可以透过其他的装置 他的这个技术 把这个 精准的资讯呢往后传透过网络去传送 好那整体而言 你就可以发现其实在IoT的世界里面可以玩的东西非常多 那你就是可以去学习到在这方面的一个应用 那在我们的课程里面大概会简单的介绍这几种 的课程 那除了介绍之外我们会有一些小的这个 操作练习的部分 让大家呢在短时间内 可以有一些产出 那除此之外呢因为 在 物联网的 设计里面他有一些 部分呢他是需要写程式的 那么写程式是以Python为主 所以 我们在课程里面也会简单的介绍一下Python的一些 指令用法 所以呢好假设各位可以的话可以在电脑上 安装目前最新版的 Python是3.9 那各位可以去下载安装 那假设你的电脑系统呢是Windows 微软的作业系统 那你可以去下载区 寻找Windows的 当然如果你是 苹果的那可以选Mac 假设你是用Linux的那你可以选择Linux 然后Unix系统的这样都可以 所以他是各个平台都有的一个 这个城市 那再来就是 因为城市要必须跟硬体结合 所以你的城市要到硬体端硬体可以认识他所以你要透过一套 中介的软体叫Thony 那Thony这一套软体呢他可以去 透过 一个界面把你的这个Python的语法写上来 Python的语法写上来 那语法写上来之后呢他就可以去触发 或者是去抓取 这个物联网设备上面的资讯 然后做后续的这个 你城市可以做后续的处理 那在我们的这个课程里面 会使用到的 这个我们叫做D1 mini D1 mini 那各位上网去查你会发现物联网设备的套件 非常多种 那也很多元 所以你就挑一个你是 你喜欢的 那在这边呢我们是以D1 mini当做一个介绍的 这个范例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他的正面反面还有 这个从侧面看的话 这边有接脚 那这个部分呢是 这个电源输入 然后在这个接脚这个插座 这几个脚位输出 也就是我们往后在举例的时候会用到的这个电 他的讯号输出的脚位 那到时候大家就比对这个 讯号脚位去接线 那可以得到一些 结果 来验证各位的操作是否有符合 我们的预期 那右上角这边有一个小块的这个是LED灯 那这个灯的作用呢 除了可以显示 你现在电源是否有通之外 那透过闪 闪烁的形式不同 你可以知道他目前的状态 所以整个这个设备呢 你要有D1 mini 那你要让他可以动得起来 你要去安装Python 3.9 然后除此之外你要下载Sony Sony你的板子上面我们刚有看到一个USB的插头 USB的插头就是要接到电脑上 那电脑呢透过这条线 电脑的USB线会接到这边 然后把相关的程式码烧在这上面 写入在这上面然后透过这上面的晶片 作用呢就可以得到 你要做的后续动作 所以透过这样的形式呢 就可以 做我们物联网的一个练习 那后面的几个影片呢会 依序的为各位介绍各个好玩的这个 小练习 那希望各位能够有所收获 好以上分享 和刘洒 收获